接著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太陽系 就是太陽 第一個 看完就算了 不用背 什麼太陽有多大啊 有多重啊 什麼這些都不用管他 自然周期看一下就好了 看看我會不會提到他一次吧 就是46億年記一下 前面講過了 有人會問太陽系的年齡就46億年 記一下就可以了 太陽的很大隻 它有強烈的外遊引力 帶著一些蛙鉤繞他轉 包括行星 衛星 小行星 衛星 讓他轉 超的是按照次序稍 講義上有英文 一個中文對一個英文 你操錯位置 中英文就不對了 行星 衛星 小行星 衛星 繞他形成一個家族 這個家族就稱之為所謂的太陽系 衛星除了繞所謂的太陽橫星轉之外 衛星也會繞行星轉 OK 好 到目前為止太陽系是宇宙 獨一如二的名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直到最近才能夠看到一些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我們現在別的衛星我們看不見 到目前為止還能想辦法看到衛星 所以別的恆星旁邊有哪些東西 有什麼家族成員我們通通都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所以就不會有名字 可是太陽的旁邊有什麼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家族有什麼 我把這個家族叫做太陽系 所以我說目前為止太陽系 是宇宙獨一無二的名詞 就是我們啦 別人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也沒有名字啦 也沒有名字 好 就告訴你 有今天太陽系 太陽呢就主要就是氫跟氦 它太陽會發光會發熱 我們前面教過了恆星套什麼發光發熱 核融核 什麼爆炸 核融核 然後我們說一代到高中為止 我們都學什麼而已 都是學氫溶合成汗 氫溶合成汗 就沒有再往下降下去了 我們就學我國中教理化 也只有教到氫溶合成汗 氫溶合成汗 OK 然後表面溫度呢五六千度 中心溫度可以上千萬度 中心溫度可以上千萬 核融核五六千度就是那個 黃岩省的那個 五六千度 OK 好 氫溶合 太陽主要是 太陽的能量來源來自於核融核 它裡面主要成分是氫溶汗 核融核我們叫的是氫溶合成汗 那麼 以太陽的眼光看 它的能量向四周圍發散 只有極少的一部分會傳到地球來 所以地球的能量只有太陽能量的極少一部分 但是 以地球的眼光看 它幾乎就是我們全部的能量來源 地球的生物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在那個很深很深的海底 很深很深的洞穴的生命之外 你的能量來源數到最後都數到太陽 植物會能夠茂盛行光和作用太陽給 牛要吃草 草給牛能量 可是草要行光的作用太陽來的 我們人吃了牛肉 吃了蔬菜 數到最後能量都是誰給的 都是太陽給的 所以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我們的能量來源都是誰 都是太陽 但是以太陽慢慢來 它只分給我們極少的一點點而已 按照化石的證據 太陽用現在情況發光發熱已經很久了 我們有那個三十億年前 就有液態水的東西存在證據 所以表示以前太陽就不會比現在熱很多 也不會比現在冷很多 就跟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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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太陽你現在的情況發光發熱很久了 我們估計太陽可以再發光發熱 五十一年 然後它又變成一個紅巨星 把地球吞進去 我們就再見 不過你完全不用答應這件事情 你保證活不了那麼久 確定 我確定你絕對活不了 不要問你啦 你那個孫子的孫子的孫子的孫子 你數一百遍都活不了那麼久 真的嗎 都沒那麼久 都沒那麼久 所以 不用答應這位自己 反正太陽終有一天會毀滅 不過這件事情我們沒啥關係 好 叫日耳 就是太陽表面噴發出來的東西 叫做日耳 叫做日耳 OK 這個事情現在不重要了 現在喜歡講是太陽閃燕這些東西 我們就看看就好了 的日耳 這邊呢你看到這裡有個地 這個是叫地球 是叫地球 這個是要來做比例子用的 就要告訴你說 地球這麼大 日耳 這麼大 日耳這麼大 那你做比例子 這要做日耳 太陽表面所噴發出來的物質 日耳 聽過就算了 這個是喔 我如果現在已經不講日耳 現在尤其叫太陽閃燕 日耳 日耳還有發物質 這個什麼標準 OK 聽你又算了 然後我們認為 日耳呢 它是因為它有跟 它跟那個磁場有關係 所以它會干擾地球的無線電通訊 我們也強烈的懷疑 它會影響地球的氣候 天氣 那個熱的氣 那就是看看就可以了 那就是日耳 這個完全現在 完全不重要 講一講而已 OK 沒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